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它并不可以像电影中一样飞越山谷 但仍然可以利用内部能源以磁悬浮方式 配合设有铜或铝等有色金属的地板 承载起一个成年人的重量 发明者说团队的下一步目标是给滑板加入推进系统 目前该项目正在网络上进行筹款 玩五分钟的价格是100美元 但真正有趣的则是299美元的开发者套件 当然想要真正玩上这款磁悬浮滑板的话 还是准备1万美金吧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条微博 近日有网友报道 在深圳东门老街步行街前 一对准心人当街争吵 仔细一看原来是年轻的新娘 扮成了老妇 惹得准心郎当街发飙 引来大批行人围观 原来女孩为了试探男友真心 化妆成70岁的模样 问男友还爱她吗 男友要求她重新装扮 遭到女孩拒绝 于是当街怒吼扬长而去 只留女子当街痛哭 有网友不禁提问 世界上真的有天长地久的爱情吗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这条微博 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克罗拉多小学的校长瑞安·卡斯特 此前向学生们承诺 如果他们能为小镇秋天的狂欢节 买出1万张票 他就答应让学生们把它粘在墙上 学生们争先口后去实现目标 到10月10日举行活动时 共卖出了1.1万张票 而卡斯特也心甘情愿 让其中卖票最多的27个学生 将他用花花绿绿的胶带 粘在体育馆的墙上 从早晨一直到午饭时间 克罗拉多小学学生委员会 还特地宣布当天为胡子日 校长先生也带上了一个 大大的假胡子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奉点微博 我们下期再会 您正在收看的是 凤凰卫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